第四集 从中开始预警轰炸叙利亚 目标就是伊朗的圣城军 空袭目标包括弹药裤 情报设施 军事训练营等等 以色列军方罕见公开证实发动攻击 更强调是伊朗先开炮 叙利亚不敢失落 对敌方炮火作出反击 以色列总理纳尔坦雅胡 首次坦诚近年来 对续国境内发动多达数百次攻击 也说伊朗军的一举一动 以色列都将一牙还牙 对此伊朗空军则回降 已经准备好让以色列从地球上消失 随着美国计划撤军叙利亚 伊朗和以色列新仇旧恨 恐怕在叙利亚擦枪走过 向你续抗令总不到 伊朗毁 伊朗 伊朗